晚安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韦佳琪 头条焦点先带您关注到的是 乌俄战况最新的发展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刚刚说 愿意跟俄罗斯在白俄 跟乌克兰的边界举行和谈 不过稍早呢 俄罗斯总统普钦 要求俄军核部队 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可能让战事进一步的来升级 详细情形请国田 带我们来了解 好的 主播 各位观众 那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府 就在刚刚证实了 即将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边界举行谈判 那原本乌克兰是拒绝了 俄罗斯的提议 他们说不应该在白俄罗斯谈 但是现在他们就急转弯 让即将在边界和谈 那另外乌俄战况 也出现了最新的发展 那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已经下令要俄军的核部队 进入高度警戒的状态 那这样的行为 可能会让乌俄的战事进一步升级 而且还有可能让国际间 相当担心的核战正式开打 那至于前线状况的部分 俄罗斯军队今天一路打进了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而且就在街道上 和乌克兰的军队当场激烈交火 那我们收到来自 哈尔科夫市长的最新消息 那就是乌克兰军 成功击退了俄罗斯军队 而且现在乌克兰军 已经完全掌控住了哈尔科夫市 那另外首次基辅战线 也传出了对俄军 比较不利的消息 基辅的市长说 目前基辅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一名俄罗斯士兵 那所有部队都已经被赶出首都 那还有另外我们从乌克兰的国防部 他也更新了俄军的死伤数字 他们说俄罗斯方面 已经有4300位士兵死亡 比前一天公布的3500 整整多了800个人 那不过联合国也公布了 最新的难民数字 他们估计有超过36.8万的乌克兰人 逃离家乡到了其他的国家 那俄罗斯特别瞄准大城市发动攻击 而且也有不少的火箭弹 还有飞弹是直接打到了民宅 那乌克兰的总统他就说 他已经向荷兰的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 希望指控俄罗斯违反战争罪 而且他也说俄罗斯涉嫌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那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谢谢国田带来的最新消息 不过我们带您来看到俄罗斯这一回的策略到底是怎么样呢 其实透过这张图您可以看到呢 俄罗斯军队出战乌克兰四个部队 从乌克兰的北东以及南来入侵 而且在南部地区呢 有很多激战的状况 俄罗斯声称已经封锁了像是南部的一些大城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首都基辅的部分呢 其实已经过了四天了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拿下 目前俄罗斯光是一天就得花上新台币 五千六百一十八亿元 爱沙尼亚前防长说 如果这基辅能够撑上十天的话 那么局势很有可能就会反转 飞弹落下击中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 吐石喷飞直接网车子砸 西安记者在当地见证了战虎无情 桥上有废弃装甲车 还有多数两军交火的痕迹 俄军这一次攻打乌克兰非常有系统性 翻开乌克兰地图南边的克里米亚 2014年被俄国拿下后 这次派遣南部军队和空降部队从这北上 直攻黑海城市赫尔松和梅利托波尔 而另一军队拿下十三战士死守的蛇岛往北移动 攻击奥德萨空袭尼古拉耶夫 也有南部军队被分派到与清俄叛军结合 从普清承认的对内刺客和卢干斯克进攻 声称已经占领临京黑海的马里乌伯尔 不过乌军日前也公布在卢干斯克打坏的俄军坦克画面 镜头转往乌东的哈尔科夫 27日凌晨天洋西管线遭俄军攻击 爆炸瞬间形成迅撞云 西部军队从边境进攻哈尔科夫和苏梅 另外中部军队从白俄罗斯入侵 经过车诺比直逼首都基辅 再加上这几天陆续占领基辅重要军事基地和机场 三边进攻但乌军死守 战事目前陷入胶着 只是达了四天基辅还未拿下芬兰外长哈维托斯示警 普京可能已经准备好使用核武 埃莎尼亚前国防部长特拉斯 则发推特引用乌克兰情报 指出这场战争一天花掉俄罗斯新台币5618亿 进度却比想象缓慢 若基辅能抵挡十天 或许局势有望反转 普京也有可能被迫与泽伦斯基政府谈判 有没有可能扭转烈士 乌克兰人奋战到底 第一毕新闻李明辉刘婷婷综合报道 防毒俄罗斯军队入侵首都基辅北部郊区的 乌克兰民众自主民兵 还带上自制的汽油弹跟步枪 喊出捍卫家园 就算中弹也不害怕 乌克兰首都基辅北部郊区 奥波隆街头枪声四起 连玻璃窗上都有弹孔 为捍卫家园 乌克兰人组成民兵 拿着武器誓言跟俄军 拼死作战 就算见血也不确证 因为自己的国家自己不救 还能指望谁 在社区求少皇架起基础遮蔽 原本做办公室的经济分析师 毅然决然拿起步枪 除了涉及乌克兰民兵 还响应总统的号召 准备好满满的汽油弹 把汽油装进布里平 他们是前线部队 后方还有支援民众 社区洞起来 奋力阻止俄军进攻首都 因为声称只有攻击军事设施的俄罗斯 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民众赶紧冲上前 把一名年长者 从已经压别的轿车救出来 俄军想突破攻下基辅 也开始祭出各种手段 无辜老百姓也未能幸免 原本应该是无忧无虑 玩耍了年纪 却碰上战争 摧毁童年以及家园 第一部的新闻 李明辉留听听 特报道 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 原以为会以优势的兵力 打闪电战 没想到如今 却呈现了胶着的状态 究竟俄罗斯跟乌克兰军力 有多悬殊 民主联盟又提供了 乌克兰什么样的协助 而下一步的俄罗斯 可能会怎么走 交给记者谭一伦 俄罗斯徽军进入到乌克兰 在24号这天开始 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四天 不过目前两军 正在拉锯当中 因为像是首都基辅 都还没有被俄罗斯的军方 给攻下 有人认为说 如果持续这样的态势进行 有可能乌克兰 也有反转的局势 但是这两国的军力 确实差得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 美军没有派兵来帮助乌克兰 对它有谴责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个战力的比喊 这个2021年的国防预算 乌克兰其实只有47亿美元 但是俄罗斯却有458亿美元 那不管是在现役的兵力 后备的兵力 都是落差非常大的 甚至地面的部队 空军装甲直升机 还有战斗机 军用直升机 都是有大幅的落差 甚至连潜见 俄罗斯这边有49艘 但是乌克兰却是零骚 那当然这一次乌克兰 不管是在住宅区 学校跟交通设施上面 都遭到俄军严重的袭击 那有超过15万的乌克兰人 是沦为难民 正在逃往西方的邻国 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 欧美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在第一时间是有发挥到经济制裁 那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等等的 最近这几天也陆续在进行火力上面的支援 同样没有派兵 但是有给武器 那最近最新的就是将俄罗斯部分的银行 踢出了Swift来切断他们的金脉 这Swift就是一个跨境的转账 希望用这样的经济制裁 让俄罗斯走投无了 欧大战进入到了第四天 联合国就表示了 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 乌克兰至少有240名的平民死伤 其中64个人死亡 俄罗斯不但攻击乌克兰的水坝 还轰炸他们在基辅郊区的除油槽 甚至现在毒气也飘到了基辅市区 现在还呼吁民众赶快紧闭门窗 大火照亮夜空 农业也不断往上窜 乌克兰基辅郊区发生两次大爆炸 这是一区域 那是一区域 那是一区域大战争 根据CNN报道 俄罗斯的弹道飞弹 轰炸基辅去南方郊区的除油槽 农业还飘到基辅 当局还发布毒气警报 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关好门窗 不止除油槽 除了切断网路还锁定 除油槽水坝桥梁 攻击就是要贪玩乌克兰 恶务大战进入第四天 联合国统计乌克兰至少有240名平民伤亡 其中确定有64人死亡 还有高达16万人 但也有很多乌克兰人选择留在国家和俄军战斗 让俄罗斯意外陷入苦战 只是专家认为俄军恐怕已经失去耐性 将针对非军事目标进行无差别轰炸 TVS新闻 综合报道 俄罗斯军队进攻乌克兰 竟然发生了类似像天安门事件的翻版 有乌克兰人站在俄罗斯军队的坦克之前 试图阻挡坦克前进 不过俄罗斯警方呢 他们军方声称只有攻击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没有攻打民宅 现在这样的说法也被乌克兰人给驳斥 俄军进攻乌克兰坦克大啦啦开在大街上 地点在距离首都基辅100多公里外 坦克车都已经跟平民对峙 俄罗斯军方却这么说 声称只有用精准打击飞弹攻击821座军事设施 但事实上在乌俄边界西安记者这样直击 装甲车穿梭乌俄边界 还有火箭弹车队浩浩荡荡在路上奔驰 与反方向的名车成为鲜明对比 在乌东的叛军开始坦克推进 面对俄罗斯大军入侵 基辅的空袭警报一身常态 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民众惧怕只能连夜跑到教堂躲避 大批小朋友躲在一起玩游戏 眼神透露满满无奈 哈尔科夫的民众则躲到地铁站和车厢避难 乌克兰女星伊丽莎子透过IG控诉 俄国军队正轰炸民宅 一般民众遭到炮火袭击 俄军种种的声称对比实际的行为 乌克兰人民心中只有满满厌误 TVB的新闻 李明辉刘婷婷综合报道 而乌克兰现在遭到入侵 当地的女性国会议员 卢迪克现在经国不让须眉 分享自己手持AK47步枪的照片 说当俄军压境之际 就是他们举枪学扣扳机之时 其实自己也能像男人一样保家喂土 在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 也有不少女性现在开始排队登记从军 希望自己也能帮国家静顶心理 乌克兰国会议员卢迪克 手持AK47步枪 他说当俄军压境之际 就是举枪学扣扳机之时 但他也坦言一切很不真实 因为几天前还在开会讨论法案 没想到俄军压境 卢迪克期许自己能和男人一样保家喂国 喊话冲罢 乌克兰加油 卢迪克有家庭 有女儿 他也被问到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 这几天 卢迪克和家人躲在地下室防空洞 爱猫也陪在身边 摆了瑜伽垫和枕头 希望能够坐得舒服一点 而其他乌克兰民众 也用不同方式为自己加油打气 住在基辅的女子拿扫帚沿着窗台 扫下被震碎的玻璃碎片 嘴里哼着乌克兰国歌 情绪激动一度哽咽 但他坚强说着乌克兰永存 乌克兰人的爱国心也能从这里发现 在乌东南部的蒂涅伯罗 民众拿护照排队 队伍里不少女性 她们都是要来登记从军 上战场 上战场不分男女 乌克兰民众面对战争 虽然被迫离开家园 但却有无比坚强的勇气 要为国家尽一份心力 欧罗斯占据车诺比电厂 现在外界就担心一旦战争如果打到这里 万一被导弹击中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核外泄危机 甚至酿成世界的核子浩劫 怎么回事呢 请一轮带我们来了解 24号这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的官方也说 他们占领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这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车诺比核场 车诺比就要讲到1986年前苏联的时刻 当时这边发生了爆炸 产生了核灾 但是当时的苏联就隐瞒了三天 才让世界知道 所以很多人进去之后 来进行人道救援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当时很多画面 大家也都历历在目 但是这辐射污染 也被说要300年之后才会消失 甚至这个污染的方圆百里 也占了2200平方公里 在这里人机罕至就像鬼城一样 不过你可以看到乌克兰 这个附近跟白俄的边境 俄罗斯也集结了20万的兵力在这边 很多人担心 如果飞弹击中这个车诺比的核场 该怎么办呢 因为乌冬部分的分离主义分子 其实缺乏高精密的武器 徒增核设施击中的风险 所以只要击中 就会影响到整个欧洲 那当然核能的组织也在关切 他说现场的核废物的木桶包装经营 其实持续在进行当中 但是如果俄罗斯攻击到这边的话 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连2020年的核安全指数 对于乌克兰的有一些状态 像是政治稳定 腐败治理跟风险环境 都只给了14分 所以接下来这个车诺比核场 对于俄罗斯之间 到底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重点攻击的部分 是现在全球都相当关注的 而战火无情总是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 在乌克兰边境不停上演令人心碎的画面 有一对年幼的兄妹 本来要跟父亲逃往匈牙利 但是乌克兰总统下令 18到60岁的男子不得出境 只好呢 就因爸爸把两个孩子带到边境 拖给陌生人带往匈牙利 索性最后顺利的 在边境笑跟母亲重逢 抱头痛哭的画面令人逼酸 因为战火 乌克兰母亲紧紧抱着被迫分离的孩子痛哭 母子在匈牙利相遇这一刻 时间就像凝结 差点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 不过这一切都得感谢周围穿着黄色外套的 58岁女子阿布列耶娃 是她协助孩子们逃离乌克兰边境 当时年幼兄妹和父亲一起逃难 但乌克兰18到60岁男性禁止离开 父亲只能把孩子托付给陌生人 最后33岁母亲赛缪克 透过电话联系上恩人 成功抵达边境哨所和小孩团聚 不少乌克兰人逃到匈牙利 在边境不停上演感人画面 当地市长也准备简单零食饮料 希望让又饿又渴的民众暂时吃点东西 而匈牙利政府也准备了简单住处 提供给乌克兰难民 家具家电移应俱全 新的棉被枕头 希望能让民众好好睡上一觉 和重逢的家人暂时栖身在此 而收容大批难民 匈牙利总理也谴责 俄国入侵乌克兰 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目前已经至少有15万人逃离乌克兰 民众都像这样 西家带眷跨境 在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逃难潮持续 有人说从利维夫搭计程车出来 但计程车中途被警察拦下 最后只好走了20公里来抵达安全的地方 民众顾不得是否能够成功通过边境都只能一试 就算自己走不了 也要让家人离开 躲避战火威胁 10多万的乌克兰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包括波兰跟罗马尼亚的边境 都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涌入 在波兰的火车站 有民众就说 其实大部分搭火车的民众通通没有车票 而且急着上车就想要逃离 简直是一片混乱 而且还发生踩踏事件 CNN记者在波兰的火车站外头 发现有大批民众聚集 因为火车延误只能苦等 多数人在等从乌克兰逃来波兰的亲友 但也有民众是要前往乌克兰 这是做母亲的新生 只希望赶紧陪在孩子身边 而在车站里一样挤满人 现场有很多波兰的志工 在发食物和饮水 帮助难民找地方住宿 像体育馆 学校 也有愿意伸出援手的一般家庭 那民族的单火车抵达波兰 又有人跨越边境 推着购物车带大量饮用水和粮食 有母亲只带一卡行李箱 孩子就坐在上头 小男孩拿着小熊娃娃 对着镜头微笑 天真的孩子们聚在一块 庆幸战火没对他们留下阴影 不过也有难民说 等待穿越边境的时间长达24个小时 西夏带卷待在户外很难受 又有人指控 乌克兰边境官员相当粗暴 会揍人 会用枪指着 并且威胁要离开的人 而除了逃到波兰 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边境 也能从卫星影像看见车阵排了超过六公里 逃难之路既漫长又艰辛 难民只求尽早抵达安全的地方 TVB的新闻张敏如 红军委 中和报导 而战火无情首当其冲的 就是冲突地区的平民百姓 尤其俄罗斯现在承认乌东两国的独立 最前线的顿巴斯居民 他们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 再交给一伦 这次的乌俄战争其实也让大家发现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其实有很多文化层次的冲突 这跟历史的事件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21号这天 普清其实才承认乌东地区的两个共和国 一个是卢干斯克共和国 另外一个则是顿内斯克共和国 但其实他们都在乌东地区的两个州 但这两个州其实又分成两个共和国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还是要回推到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 当时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他们这两个共和国就得到了俄国的鼓动挹注 所以就独立了 但他们这八年来的时间 其实都跟基辅是属于对抗的状态 所以也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 那这个巨区其实也很特别 因为在17世纪中期以前是没有人要居住的 但后来发现了煤矿 所以大家就慢慢搬到这里 18、19世纪工业的核心 然后也有俄国人来移入 所以他们共通流动的这个语言就是俄语 那2010年乌克兰这个总统是比较亲俄的 他叫亚努科维奇当选 他就希望在这个欧洲跟俄罗斯之间来进行斡旋 不在2013年失败 因为亲欧派示威 所以他被罢处 这就是当时的尊严革命 不过这个地区因为在这个战争之下 所以有200万人是离开这个地方 留下的还有300万人 不过有41%都是65岁以上的族群 但他们也发现说这个分离政府并没有比较好 因为公民权又比俄国更差 甚至严峻就像北韩一样 工业跟这个矿产业都关闭了 所以他们生活条件真的是一落千丈 包含乌克兰拒绝这个往来 还有经济遥遥欲坠 甚至连医疗跟薪水上面都非常的差 而乌战争来到了第四天 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再提停火谈判 他们派了一组人前往白俄罗斯第二大城戈麦 想要来做和谈 不过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则表示 愿意谈判 但是必须得改到别的地方来谈 乌克兰总统说到俄罗斯再提停火谈判 说已经派了一组人马到白俄罗斯第二大城戈麦 准备谈劾 俄罗斯第二大城戈 当然我们想要世界 我们想要遇见 我们想要继续战争 芬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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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术 这些都我们提供了 对美国人来说 对任何其他地方 我们来说 在乌克兰 在哪里,在哪里 如果俄罗斯愿意改地点 才愿意谈判 而无战争开打第四天 泽伦斯基态度仍然坚硬 全力阻挡军队入侵 泽伦斯基先前被俄罗斯媒体放消息表示 他已经逃离了首都基辅 事后他也马上贴出影片反驳 宣称基辅挡下了俄国的进攻 另外针对俄军策划 要推翻他的政权 目前已被乌克兰当局破获 很难想象 他其实是喜剧演员出身 曾在乌克兰电视剧 人民的仆人 全是总统角色的泽伦斯基 如今成为了民族英雄 在战争危机中 每次演讲都能展现出 激昂用坚定的态度 虽然曾因无法达到上任承诺 导致支持率降到谷底 不过如今事件面临了一场新的冷战危机 泽伦斯基运用过去在演艺圈的沟通艺术 让全世界看见他要如何捍卫乌克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其实乌尔现在有重大转机 乌克兰的总统府政时 已经在做边境和谈了 但这一回俄罗斯不只派兵入侵乌克兰 还对乌克兰政府的网站发动了骇客攻击 想要中断乌克兰对外的网路 而现在有乌克兰的官员 通过Twitter向全球首富马斯克来求救 马斯克也回应了 启动新链服务要提供乌克兰网路服务 俄罗斯动用网军大队 想要切断乌克兰网路 逼得乌克兰向全球首富马斯克求救 乌克兰的数位化转型部长 在Twitter poll文 请求马斯克向乌克兰提供新链服务 说当你试图移民火星时 俄罗斯就要占米乌克兰了 没想到马斯克在短短几小时内回复 说新链服务已经在乌克兰上空运作 他的霸气回应新领超过60万人按赞 新链是马斯克2015年宣布的太空高速网路计划 目标要发送4万2千颗小型卫星 打造全球高速通讯网路 马斯克上个月表示 目前1469个运作中的新链卫星 有272颗即将进入运行轨道 另外乌克兰还有间公司也很霸气 宣布正在拆除或修改路标 让入侵的俄军找不到路 甚至还把路标赶成脏话 上面写着滚回俄罗斯 不止如此 全球科技巨头也杠上俄罗斯 包括YouTube 脸书 推特 都宣布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投放广告 避免俄罗斯散播假消息 TV新闻 综合报道 无二交战之际 中国大陆日前宣布展开乌克兰的撤侨计划 不过就有消息传出 中国驻乌克兰大士早就逃跑了 对此这名中国大使范仙荣发影片自清 强调自己还在首都基辅 绝对不会丢下中国人不管 特地拍摄影片告诉大家自己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他是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仙荣 为的就是要澄清流言 中国大使永远不可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 先顾自己的安危 这不是中国大使的风格 虽然乌俄战争爆发后 中国大陆25号公告撤侨计划 却有大使范仙荣早就离开首都的消息满天飞 使馆不得不赶紧拍影片稳定大家情绪 只是有大陆网友在社群上发表戏虐及鼓吹战争的言论 导致传出乌克兰人民对中国大陆朝明不友善的声音 范仙荣也对此喊话 眼看乌俄情势不断升温 大陆央视记者准备前往乌克兰捕捉到乌克兰往波兰边界的道路 还是满满的车辆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待 我们终于依次通过了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边境检查站 这一个小时让我们也非常紧张 刚才那个镜头大家也看到了 就在我们对面有很多军警在把守着 另外还有一些波兰的车辆明明抵达了边界 后来又折返 则是因为有些司机看卷将有难民 想要来载客但被劝退 局势就算成功逃难 心中大使终于放下 乌克兰民众还是放不下对家园的满满挂念 TV边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跟欧盟宣布祭出经济制裁 把俄罗斯逐出Swift 也就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德国现在态度也大逆转了 总理萧之承诺要提供乌克兰 1000件的反坦克武器 CNN记者晚上在俄罗斯目睹这惊人一幕 直见俄罗斯还继续派出更多凶狠武器 直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首都基辅也炮声隆隆 俄罗斯多点攻击 就是要分散乌克兰的兵力 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第四天 德国政府终于改变立场 承诺将提供1000件反坦克武器 和500枚次真飞弹 给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美国也宣布将拨出3.5亿美元 约98亿元台币军援力挺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请求土耳其 关闭海峡不要让俄国战舰进入黑海 土耳其确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 另外在金融方面也确定 对俄罗斯祭出核武级制裁 美国白宫和欧盟宣布把多家俄国银行 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是连结全球银行的金融通讯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银行之间的迅行搬运工 目前被逐出的国家由北韩和伊朗 专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也会伤害跟俄罗斯往来最频繁的美国和德国 平约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之前受到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停距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了 却又面临通膨危机 尤其现在乌俄战争更助长了通膨的状况 经济什么时候会好转呢 交给一伦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现在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但这场战事牵动到的是全球的经济发展 因为原本因为新冠肺炎通膨已经够厉害了 但现在疫情稍稍趋缓 原本以为可以正常的步入轨道 但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又助长了通膨 造成全球的经济震荡 包含看到原油已经占上了100美元的关卡 天然气也涨了六成 甚至小米小麦都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主要的出口粮食 现在在这个价格上面也是屡屡飙涨 所以物价涨幅降温的时间 原本乐观的认为应该会在第二季 但是现在要延到第三季 通通都是因为乌俄战争之下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国发会主委公明星 他现在已经上修了台湾的物价年增率 从原本的1.6%调到1.9% 其实对很多市井小民有感受会非常的深刻 所以目前因为俄乌战争 全球的通膨将会持续 甚至影响到美国联准会这边的升息决策 也不利于经济的复苏 甚至还会改变国际整个秩序的重整 物业冲突 美国目的也预估如果冲突时间拉长 国际原油价格恐怕会跳涨到150美元 势必会牵动国内油价再上涨 已经是第三波 根据平稳机制中油也会吸收涨幅 这阵子外界确实精准预估 中油公布周一开始汽油和柴油分别涨0.5和0.4元 包括95000就来到32.2元 中油吸收25%条幅 但分析师观察 目前原油价格都下跌将近1% 国内油价涨只是短期趋势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导致这个油价出现短线上 比较怪异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跟这个基本面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连接性这么强 避嫌工具同样涨不停 国际进价来到高点 柏老把等等的贵金属价格同样飙涨 这位汽车出没转换气原料 在北部几个县市频频传出被偷 回收价一不同车款 有的甚至卖破5000元 不难想象无二战争对全球经济影响 尤其通膨压力雪上加霜 牵到美国联准会喊出三月 不排除升息两码 因为二屋情势的关系 升息两码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预测上来看 大幅的下降到60%以下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在三月十五十六号的这个会议里面 可能比较倾向自升息一码 那主要观察的重点应该是在说表 势必得密切关注经贸变数 国内又维持民生经济稳定 政府和各部会言商提出四大措施 包括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布局提供还涨机制 同时提前采购黄豆小麦玉米调降关税营业税 和掌握国际金融情势确保股汇市稳定 避免战争崩坏国内经济 TVB新闻黄关委黄静英特别报道 就在全球都在关注乌二局势之际 现在亚洲也不平静 北韩野雷参一咖 疑似射了导弹坠入日本海 引发日韩高度关注 那么日韩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再请一轮来告诉我们 就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紧张的局势氛围当中 东北亚这边也不太平静 27号早上的7点52分 北韩从他们平壤顺安 由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的飞行物 南韩军方也发现到了相当的不满 直接来开骂 但是这是北韩2022年以来的第八次 也是二月以来的头一次 这是不是东澳闭幕之后 再次用武力来示威呢 南韩国家的安全理事会 也直接呛名说 现在阵风乌二战局势非常紧张 北韩如果突然试射这样子的弹道导弹 根本无助于区域上面的和平 所以也说了会持续跟美方来合作 也敦促北韩要来回应 当然现在北韩跟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之间都是共产国家 所以现在习近平的态度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则说 中国大陆约和北韩一起 落实双方重要的共识 推动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要为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现在在全球 很可以发现变成了两大区块 一方是共产国家 一方则是民主国家 北韩这两年因为疫情跟国际制裁 经济困顿 不过这似乎不影响到领导人金正恩的威信 除了今年已经八度试射飞弹之外 北韩还特别播放长达110分钟的纪录片 里面是歌颂金正恩 如何带领国家走过艰困时期 农历新年第一天 北韩人再度起了大早到万寿台 为两位已故领导人 今日成汉金正日同向献花 不过这天平壤可是冷到暴 但难得雪白美景还是吸引大批民众 西家带卷来赏雪 连北韩官媒都特别拍摄 美丽的雪景做专题报道 另外北韩官媒也选在大年初一 播放金正恩全新纪录片 这部名为2021伟大胜利的一年纪录片 最吸睛的是这段画面 影片中金正恩再度化身白马王子 但这次他可是快马加鞭 率领多名属下一起驰骋在长长道路上 看起来音资焕发 而这部纪录片光金正恩 起码就有好几段镜头 包含这段起码看夕阳 搭配音乐还以为在拍摄好莱坞电影 不过这部纪录片的重点 其实是呈现出金正恩 如何率领国家度过艰困时期 影片中金正恩日夜操劳 甚至在雨天视察工地 北韩银新年除了有纪录片首映金正恩 还睽違多时再度合体妻子李学祖一起观赏新年演出 而这也是李学祖去年9月9号现身锦绣山太阳宫后 时隔145天才首度露脸 演出中间金正恩和李学祖有说有笑看起来感情融洽 两人看完演出后还一起走向表演曲握手致意 并拍摄大合照 现场金正恩还让一名红衣女歌手亲密勾着手腕展现清零 北韩今年频频登上国际版面 这是他们在2017年最短级的枪录片 那是在2017年最短级的枪录片 那是在同一年 他们也试过了几个宇宙的枪录片 有几个枪录片 几个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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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分析金正恩上次如此 频繁射弹是2017年 之后川金汇曾短暂学规 由于目前正值南韩总统文在寅任其尾声 南韩担心北韩恐怕会越来越频繁测试飞弹 甚至重新核适 认为金正恩是想趁机吸引目光换取交易筹码 好逼迫美国撤销制裁 电视频新闻 宋普报道 在外国开战之后 很多人就担心台海会不会遭受波及 尤其今天开始 共军同时在南海跟渤海进行军式演习 因紧张局势 国军再度释出战备影片 包含天空飞弹 雄三飞弹 鱼叉飞弹等等 实弹射击的画面震撼曝光 这是国军最新释出的影片 无二开战后的第二度 大秀我军武器肌肉 实弹射击画面震撼 但还没完 还有CH-4拐运输机释放热燕弹 目的是要让敌人飞弹 误以为是热源而偏离目标 这些有的是从未公开过的战备画面 因应乌二局势 也吻台湾民心 毕竟共军不是没有动作 27号一连三天 每天11点到下午3点 解放军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 同时渤海这儿 也是从27号开始到3月13号 共军执行军事任务 难道乌二战火 真可能延烧到台海 台湾海峡在很长 每年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它其实不太适合小型船舰舰航行 要集结进行登陆 或者是甚至越过海峡进行即将 用直升机或者是散兵 那可能相关的准备时间 还有部队调动集结 对台湾来讲都是比较容易预警 所以说地理环境 台湾比乌克兰有优势 但面对比俄罗斯更具威胁的中国大陆 学者认为倒是可以借禁这件事 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范本 就是对台湾而言 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一些快速的包括像夺战机场 然后用特战部队 或者空降部队 接下来可能后续想要控制首都 这一类方式 也可以验证说我们在谈了一些不对层的战防 台湾当然不会开第一枪 但不能不防 敌人来犯 TV北新闻 刘一钧谈一轮 台北报道 美国没有出兵帮助乌克兰 不少人就担心 美国对我国的防卫承诺还算数吗 前总统马英九直接说 美国不会出兵帮忙 马前总统是把潘朵拉的盒子掀开了吗 毕竟这次乌俄开战 美方没有出兵帮助乌克兰 不少人也映照台海 但这回朱立伦却也不敢再讲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会不会成为乌克兰 就在我们自己有没有坚定的自主国防 我们反对任何的战争 反对任何的入侵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自己国防的准备 但现在国民党似乎怎么说都不对 副主席连胜文脸书写国民党创党以来 字典里就没有投降二字 甚至也酸 他好奇当塔绿班面临生死关头 是否还只会出一张嘴 或用键盘保护台湾 底下留言马上引来战火 有人回呛 没当过兵好意思酸别人塔绿班 还有人拿连胜文跟习近平握手照片 写国民党没有再投降的 至于前主席侯寿柱也同样在脸书发表看法 但他却认为俄乌北约之间 入侵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如何定义 不是由我们说了算 只是党内有人不苟同 对于俄罗斯这次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我们当然是予以谴责 对于和平反战价值的坚持 我想这个是国人共同的共识 蓝营内部出现不同调 也难怪绿营立委王定宇也趁机在骂蓝营 说他们企图弱化台湾国防是被鼓宰 这让立法院国民党团气喊要保留法律追溯权 但不是说乌俄交火对台湾是种市集吗 敌人还不用开战 政治口水早已先淹没台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